看到小偷没有 抓他 走 煎饼也厉害呀 别看他个子小 跑起来特快 是不是 风哥 小偷 快 快让精品检查他的才能 田饼 看到小偷没有 抓他 走 站住 别动 站住 真厉害 田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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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就你这样子 你当什么警犬啊 说小了是做疯了 说大了这是原则性的纪律问题 你要受处分的你知不知道 你说说你 为了一只小母狗 你今天把我的脸全给丢光了 就那么点距离你十把劲 你不是给它摁那儿了吗 然后你再去找小母狗也来得及啊 行呐 我又不断说你什么 你自己好好反省专家 说话呢 今天早上 我跟风哥带着煎饼去执勤 让风哥前脚还在跟我们说 说什么煎饼他教得多好 配合有多厉害 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小偷 你们知道吗 金米蹭一下子就穿出去了 前面突然还有一个小母狗 他就跟小母狗玩了 要不是我小偷就跑了 而且风哥气得要死 这棋风就是一响天开 你说人家煎饼这年纪正是求偶呢 教人家抓小偷 还不如给人家介绍个对象呢 哎呀 哪有这么背后说同事的 呦 七宝 听说今儿出元家了呢 这煎饼啊 我给他关进闭 今儿谁都别把他放了 我告诉你们啊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出警 不许带着他 师傅 万景小区 住地下室一带 也跟楼上邻居打下来了 好像是他那狗把人给咬了 让他小羊已经过去了 打电话说那边情况比较复杂 让咱过去帮忙呢 对 那大爷很有可能是煎饼的主人 什么 对 小羊刚才说的 说那大爷之前 爷爷我们一条使兵阁 后来丢了 那电话也乱七八糟 我也没听清楚 过去看看